今年Google的AI因为有着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慢慢的有一些Challenge PD 或其他AI的用户 慢慢转向了Gemini 不过很多人还是不知道 Gemini的AI到底可以做什么东西 今天我们来介绍10个Gemini的实用功能 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 Gemini的付费跟免费到底有哪些差异呢 往下来看吧 Go 嗨大家好我是阿当 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大家现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你现在正在使用的AI到底是哪一家的 是Challenge PD Gemini还是其他的AI服务呢 不论是哪一个AI服务 其实我觉得都蛮好用的 但主要就是选择适合你自己使用的AI服务 那目前的比较大宗使用的 基本上应该都是Challenge PD 或者是Google的Gemini 但不论你是使用Challenge PD 或者是使用Gemini 其实这两家的功能有很多的地方 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差别在于 免费跟付费使用下 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今天我们主要就来介绍一下 Gemini的10个功能 并且这10个功能里面 到底有哪些是免费的 有哪些是付费的 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跟大家慢慢的说明清楚吧 好首先第一个 Gemini不论是免费方案 或是付费方案 都有资源使用2.5 Pro这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最大最大的重点就是在于 它支援百万Token的上下文资料 简单的说呢 你可以一次汇入非常非常多文字相关的参考资料 给Gemini 然后呢去进行分析以及使用 但是像Challenge PD的话 目前只有付费方案 可以使用GEPD 4.1这个模型 才能支援百万上下文这个Token资料 所以我觉得Google光是Gemini的免费方案 可以使用2.5 Pro这个模型呢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佛型了 那支援100万Token上下文资料呢 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基本上呢 大概就是可以一次丢进1000多页的PDF文字内容 那你就可以像这样一次丢好多PDF内容进去之后 直接叫Gemini提供你每份档案的摘要说明 然后可以直接送出 现在呢他就开始进行分析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每个档案里面呢 都至少超过100页以上的内容 所以我刚刚丢了10个档案 基本上有1000页的内容 如果你是使用免费的ChatGPT方案的话呢 是没办法去直接做分析的 但是你看Google的Gemini 2.5 Pro这个模型呢 他直接输入这么大量的资料情况下 大概在短短的一两分钟之内呢 就开始分析每个档案的摘要出来了 所以当然你对这些资料内容有任何的问题呢 想要透过AI来直接解答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做提问就好 一次呢可以汇入的资料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一下 Gemini 呢光是免费方案就可以支援大量的资料分析 或者你也可以透过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真的是用来整理资料最好用的 Notebook LN这个服务 同样是Google旗下的服务 他用来整理资料一样非常的好用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Gemini 里面的探索GIN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其实就是很像ChatGPT里面的GPTS这个功能 那这边呢我用免费账号来示范给大家看 这个免费账号一样可以直接使用 点击这个探索GIN之后 这边就可以点击新增一个GIN 或者是呢你可以看一下Google有预先建立一些功能 如果你可以用得到的话也可以直接点击来做使用就好 要使用的话呢直接点击这个新增GIN 比如说我们来建立一个行销发想的工具 这边呢使用说明的部分 他有一些简单的翻例给你 如果你不太知道怎么去写这个说明的话呢 你可以先去AI这边去跟AI互相沟通讨论完之后 再把说明贴上来 或者是呢再更简单一点 你直接写一句话你是整个专业的行销团队 接下来这边下面有一个使用GEMini重新撰写指令 按一下他就帮你一句话变成很完整的一段话内容 有没有看到这边呢就帮你直接产生了相对应的行为以及内容 那你就可以按照这些内容呢简单再去做一下修改就好 那如果有附加档案呢需要给AI参考的话 都可以附加在上面 其实呢这个就跟ChartGPT的GPTS 或者是呢专案管理是很像的功能 这边呢你就可以先试用看看 或者是呢你就可以直接储存GIN来使用 建立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对话 那你自己建立的这个GIN呢也会在左边这会显示出来 那如果你不想再使用的话 这边点击点点点之后一样都可以点击删除把它删除掉 都可以再把它删除掉再去重新建立 或者是呢按编辑去修改里面的内容 像我们刚刚做的行销发想嘛 你就可以说我要做一份VOLVO EX30电动车的行销企划 然后送出他就会直接按照你给他的说明 然后开始来创建这个内容提供给你 所以呢你若有一些常态性的工作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建立成GIN 然后来做使用 这样可以大幅的增进你工作相关的效率哦 再来第三个呢是at功能 这个很多人在使用GIN也可能不太发现的功能 这个功能怎么使用呢 你可以直接在对话框这边输入at之后 这边呢就可以选择要使用的功能是哪一个 这个呢就有点类似于AI Agent的感觉 我直接在这个AI去调用其他的功能来使用 毕竟呢这些服务呢都是Google自己自家的嘛 所以你要说它是MCP功能也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部分呢要怎么去使用呢 我这边示范一下 比如像Google地图以及YouTube要怎么去使用 那其他像是Google Calend Keep Gmail这些 这些呢主要是要企业版的账号才可以直接做使用 那以Google Map来说的话 你只要输入add之后然后选择Google Map 后面你就可以去输入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你可以说从台北101开车到台中市政府要多久 去了交通方式有哪些 平日的话什么时段去会比较快 你可以把它送出 他就会透过Google Map 然后来给你提供相关的资料 你看这边已经出现结果了 这边会讲说开车方式大众运输 然后建议你如果是平日的话呢 就避开这两个时段就好 这边还会提供你相关的地图 让你参考这个路径 这个部分呢就是直接去addGoogle地图来做使用 那么如果是addYouTube呢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比如说你可以像这样子add之后一样选择YouTube 接下来你可以给他比如说一个YouTube的网址 告诉他整理重点 然后比如说每个重点提供简易的说明 好一样我们就把它送出 他就会直接透过YouTube的工具 然后去帮你整理你需要影片的重点 你看一样很快乐 他就帮我整理好重点 并且呢就每个重点帮我整理了简单的说明给我 这样呢如果你在看一些教学相关影片 如果你只是需要里面的一些重要资料的话 透过这个方式呢可以很快的就帮你整理出来 是不是很方便呢 再来第四个就是图片生成功能 这边我直接贴上一个指令来生成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还是觉得 TrackGPT生成图片的功能比较强 但我必须得说TrackGPT呢 我觉得是用来生成一些延续性功能的图片 但我不得不说呢 TrackGPT呢目前是用来产生一些延续性风格的图片 还算不错 但是如果你以品质来说的话 我觉得近期测试下来 German奶的生成图片的品质呢 目前我觉得应该是略胜TrackGPT一筹的哦 好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是我生成用的指令 非常非常的细节 然后呢这边是生成出来这个结果 这个呢我一样是用免费方案的 German奶直接去做生成的 然后这个呢是付费方案的 Pro方案去生成的图片 基本上我觉得免费跟付费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你如果有用过TrackGPT的你就知道即便同样是用4欧去生成 好像有时候会感受到免费方案生成的品质会比较差一点 那German奶现在生成的这个图片呢 其实我觉得质感上或是自然度 我觉得都不比TrackGPT还要差 甚至是有略胜一筹的感觉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哦 再来第五个就是Canvas的功能 这个呢在TrackGPT里面也有 这个功能主要是你在生成的时候 其实可以及时的看到他生成的这个内容 以及你在后续修改会以同一个内容来去做调整 就不会说你像平常对话的时候 每次对话一次 就会重新生成一次内容给你看 那你这个对话记录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冗长 那这个Canvas到底用起来是什么感觉呢 其实他主要可以用来生成一整个文件 或者是生成一个网页 都还蛮好用的 这边来用一个范例 比如说规划三天两夜台南之旅 生成一个网页要包括饭店景点交通 还有地图显示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成一个内容看看 如果你是透过Canvas这个功能呢 他的生成过程就会像这样子 左侧会维持我们刚刚的对话框 右侧这边出现即时的这些内容 那这边是程式码之外 右上角这边也可以切换成预览模式 这个要等他生成完之后才可以点击预览 好这边已经完成了给大家看一下 三天两夜这个预览的画面 网页长这样子 上面有所有景点的标记在这里 然后下面有详细的行程 包括早中晚 然后三天的内容 住宿有推荐 然后交通方式的推荐 就是简单的一个网页 就是一个简单的旅游规划网页 当然如果你要详细一点会有更多的需求 那就是前面的指令呢可以给他再细一点 当然我刚刚只是做一个简易的范例 所以呢这出来的内容也比较简洁一点 但大致上呢你用Canvas来做呢 就可以做出像这样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哦 而且呢像这样产生网页之后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共用 然后就可以点击分享Canvas 这边呢就会产生一个公开分享用的连结 那这个连结不是单纯 把这个Canvas的内容分享给别人 而是你如果真的把它开启的话呢 这个就是真正做成一个网页的样子给大家看 就会像这样子 所以当你呢用Canvas来做成一个旅游规划网页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样子 直接出门点击来使用就可以了 再来第六个呢必须要是 Gemini Pro 方案以上的才会有的功能 也就是呢在你的Gmail 或是Google Drive的右边都会出现有 Gemini AI 功能可以做使用 比如说比较简单的呢像以Gmail来说 你可以直接跟他讲说 摘要前五封信件内容把他送出 这边就可以直接看到前五封的摘要内容 或者是呢如果你想要回复信件的话 或者是呢如果你想要回复信件的话 可以像这样子直接跟他说帮我拟一封回信 你看他就按照我这个只是两步骤验证功能 其实没什么内容啦 但是他还是可以拟一封呢就是拟一好 谢谢你通知我此帐我一起用两步骤验证的功能 进上就是像这样子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这边按回复 这边呢就可以再按插入 有没有就可以把这个回复的内容 直接插入到进来 那这样对你工作在回信上 有一些既有的回信的方式 以及内容呢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由AI帮你拟定再去修改 这样会大幅提升你回信的这个效率 再来像是在Google云端硬碟的右边 一样都有Gemini的功能 这边呢主要是可以用来管理档案 那你就可以在右侧的Gemini这边呢 直接去输入你需要的这个功能 直接呢在右下角这边下指令来使用 那我这边主要来讲一下 比如说像Google试算表的话 你如果这边原本有一些相关的报表资料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下指令去分析这个相关报表 或者是你想要产生什么样的资料在哪些栏位 需要手动输入的话 觉得很麻烦 那你就可以透过Gemini来帮你产生资料 比如说像我只是简单要让它间隔2 然后来产生这个数字 这边就已经产生好了 每一栏都是间隔2然后按照我的需求直接产生出来 产生完你如果看一下没有问题就直接按插入 好没有这边就完成你需要这个资料 直接加进去了 如果你是需要分析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像这样子ABCD栏位 最下方加总以及平均值 这边呢就直接提供你呢这个加总以及平均值 那如果你需要插入就可以把它加进去 再来是Google文件的部分 一样的你可以去整理这个文件整个内容的摘要 或者是对它直接提问 另外呢你也可以用来建立资料 那简单的一点呢就像我们刚刚在AI里面使用一样 只是差别在于呢我在AI里面问完之后 资料还是在AI里面 但是呢如果是在Google文件这里 你跟AI问完之后 它产生完资料 你是可以直接把它插入进来的 在使用上呢你会觉得更加有连结 并且无缝的使用一点 好就像这样产生完之后你就一样可以按插入 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弄进来 然后再去调整跟修改就好 甚至你也可以让AI去帮你进行排版 让这个排版的阅读起来更加的舒适 再来呢是Google简报的部分 一样可以使用Gemina来做 那比如说第一页的内容 你可以告诉他你想要做些什么东西 那就可以大概的帮你产生一个范例出来 然后让你可以直接加入进去 像这样子我只是简单的说 第一页内容Volvo EX30行销创意发展简报封面 含标题 然后那就帮我建立一个标题 一个代表图片 以及简单的说明 这样呢就完成一个基本的封面的内容 那接下来就是排版的问题了 那如果没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按插入 好第一页这样就出来 你就可以去做修改 那我目前测试下来的简报部分呢 一次只能去让它生成一页的内容 这是比较小可惜的部分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还是可以辅助你去减少要去创意发想 的部分 再来第七个呢是影片生成的功能 这个功能呢 目前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 Google Vio3这个模型 可以生成的影片非常的厉害 除了影像之外品质也很好 重点是还可以包含配乐 配音或者是背景的音乐 那目前Vio3呢 只要是Pro方案以上的使用者 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这边呢 简单的生成一只小狗追着蝴蝶的影片 然后有带着温馨的音乐 小狗开心的笑着 场景是大草原上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结果 整体的效果还蛮不错的吧 只不过呢 像是Pro方案的话呢 目前影片一天大概只能生成三只左右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想要试试看的话 不要太浪费这个额度 每天呢 节省的试用看看吧 接下来第八个呢 就是排定的动作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在设定里面 有一个排定的动作 这个功能呢同样是付费方案 才可以使用的功能 那使用方式很简单 你只要在对话的时候 直接指定他时间 然后告诉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就会直接在你指定的时间到的时候 去产生你所需要这个内容 比如说简单一点 你可以告诉他每天晚上七点 生成一个温馨的儿童故事 大概口说三到五分钟左右 你看他这边就会直接产生一个排定的工作在这里 接下来你等到晚上七点的时候 那个时间一到 他就会自动在这个对话的下面这里 产生一个儿童故事给你 所以呢 如果你有定期想要整理的资料啊 或者是需要定期提供什么内容给你的话 你可以直接告诉German 你在哪个时间点需要什么内容 他就会直接帮你加入排程 那如果你要管理的话 一样可以在排定的动作里面 这边点击之后 这边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管理要暂停哪些排定的动作 或是呢使用哪些排定的动作 这个功能呢我觉得也蛮方便的 第九个就是在很多AI里面都有的功能 叫做Deep Research这个功能 简单的说呢 他就可以比起你原本提问的这个问题呢 再更深入的去研究 得到更多资料来回答你这个答案 而且通常透过Deep Research得到的答案内容呢 也比较没有这个AI幻觉的问题 那这个使用大家有用过应该都知道 你只要告诉他你的需求之后 然后点击Deep Research之后 然后按送出 他就开始呢去进行深入研究你需要的答案 那透过Deep Research去取得这个答案内容呢 会需要呢比较长的时间一点 这个部分大家就耐心的等一下 那就可以获得更详细更完善的这个答案 毕竟呢这些内容 除了原本大数据库有的之外 他主要呢会去透过网络的相关搜寻之后 来获得这些资料 然后呢再帮你整理成你需要的这个内容 好你看这边呢我给大家需求之后 他先告诉我相关的深度分析的网站 然后这边呢我就跟他呢说开始研究之后 这边右边就开始产生深度的分析的资料了 这边就会开始搜寻 然后最后会产生结果给你 这个部分呢就是Deep Research的功能 那目前呢在Geminine免费的方案里面呢 下面是没有Deep Research可以去点击的 所以呢如果你是Pro方案的人呢 需要比较深度的研究以及找寻资料的话 可以多多利用Deep Research这个功能哦 再来最后一个第10个呢 对于程式开发者来说是很实用的一个功能 很多程式开发者呢都会把自己的程式代码上传到GitHub 去做一个备份或者是呢来作为分享使用 那如果你的代码也很常放在GitHub上面 或者是你很常使用GitHub里面的代码 来作为修改使用的话 你可以在设定里面这边打开应用程式 这边可以去连结一下你的GitHub 那如果要连结GitHub的目前也只有Pro方案以上 才可以去进行连结 那这个使用呢除了连结GitHub的程式码之外 你在对话的时候这边只要按新增档案 汇入程式码 这边也可以直接把GitHub的这个网址直接加进来 但是要注意的呢你要汇入的这个程式码呢 不能超过100MB 这边试给大家看 如果你这个网址里面的内容 如果超过100MB的话是没办法汇入的 这个部分呢大家如果在开发程式的话呢 就可以多多的从这边新增档案 直接加入来修改以及调整就好 原则上呢目前GitHub里面呢 主要使用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这10个功能 其实都非常的实用 有一些呢甚至我觉得做的比CHATGPT还要好用 唯一我觉得小小可惜的是 左边这边呢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像CHATGPT一样 有这种专案的功能 可以直接呢开启资料夹 然后来整理我这些对话记录 然后来分门别类 甚至像他们有专案的功能 是可以直接针对不同的专案 有不同的指令以及上传档案来使用 而不是呢单纯只有这个探索GitHub可以使用 如果呢可以再加入像CHATGPT的专案功能的话 我相信这个Germelight Pro 方案以上的话呢 应该会更多人来使用 看完上面10个功能介绍之后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功能呢 或者是呢你觉得你最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呢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啰 今天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啰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的教学的话 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是阿湯 下次见 拜拜